上個禮拜跟上上禮拜主要是講到有關JavaScript 就是說在手機端前面我們本來是都靜態的 就是沒有做到程式設計部分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能夠跟手機端做一個溝通 而且做一個互動的話 這個地方當然會需要利用JavaScript 作為我們程式設計的基礎語言 那這個當然如果跟Android Studio比起來的話 Android Studio是用Java 那這邊是用JavaScript 不過其實之間或許當然有一些差異 不過其實差異我覺得其實並不是那麼大 而且兩邊基本上有些地方 當然如果你兩個程式語言都熟的話 當然可以兩邊的資源都可以互通的 那比如說我們前面講了幾題 我覺得比較有代表性的這些題目 基本上都是跟前面這個 我之前上Java的課的時候的範例 那當然我就把它稍微改寫一下 其實改完之後的話 很快就可以把這個結果給輸出 那至於怎麼做 前面我們上個禮拜都有詳細的做一些說明 最終你一定要花時間 因為程式尤其是像Java跟JavaScript 一定要花時間自己動手稍微撰寫一下 那即便當然如果你沒辦法追非常純熟 但至少那個語法你恐怕也要熟悉 那今天的話呢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看一下 因為前面的部分主要是透過我們的程式端的部分 我們上個禮拜主要是透過幾個 當然建立一個網站 然後按鈕 裡面當然比較重要就是說 透過這個Prompt跟Alert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Prompt 這個叫Prompt 這個叫Alert 這個是取得使用者端的資料 這個是輸出一些訊息 那這兩個其實本來就是在網頁上面的 一個簡易版的一個輸入跟輸出的一個介面 那這兩個當然使用起來雖然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可是基本上當然你如果放在手機端 讓人家看到這個感覺好像也不太正式 所以今天的話呢我們就要慢慢的把這些輸入跟輸出的部分 也許程式的部分是邏輯上可以用一樣的 但是呢你慢慢可以把它改成就是用表單 那在我們的那個這個手機APP的部分 那表單呢有哪一些可能要注意的事項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上個禮拜前面講的就是比如說用 有沒有這邊一個Prompt有沒有 就用它把這個訊息跳出來 用Alunch去把結果給這個顯示出來 當然你剛開始在做測試的時候可以這樣做啦 可是後面如果要正式的把它讓它變成像手機端的這個APP 那你恐怕就要再利用這個 JQuery Mobile裡面的這個表單元件 去再做一些些的變化 那這個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那個第八章的相關的說明 那有關表單 特別注意喔 這個表單的基礎 其實當然也是從網頁的概念而來的 所以呢這個部分的話 你恐怕要知道就是說 有關表單 實際上又有區分成兩種表單 一種的話呢 是屬於HTML的表單 OK 另外一種的話呢 才是JQuery Mobile的表單 這兩個表單 其實是有一定的差別 你在使用的時候 雖然說兩個其實某些時候呢 是互通的 但是呢 如果說你今天要存取的是後端的資料庫的時候 如果你有PHP 你可能要用的表單 我想你可能要HTML的表單 你才有辦法存取到這個PHP的資源 所以這個地方恐怕要特別注意 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 那當然呢 HTML表單 主要是 最早是用在網頁上面 而且跟什麼有關呢 跟像那個PHP或ASP 最早當然還有什麼CGI有關係 那這邊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HTML這個標籤 大概稍微了解一下 裡面常用當然Input Type Input Type 比如說你要讓人家輸入文字的話 它就一個Tester 等等呢 它什麼 其中屬性當然還有什麼 那個Hidden 這個隱藏欄位 就是有些資料也可以躲在後面 還有像什麼按下去 有個按鈕就是Summit 按下去 然後還有像那個下拉清單 或者是 那個選項 還有就是說文字欄位 Label 還有Button 就是按鈕 OK 它跟Summit其實也有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那 這個是屬於所謂的那個HTML 這個標籤 那可是問題 我們如果未來要用在那個APP上面的話 恐怕你如果直接拿來套用 可能會有些問題 那這個標單 它基本上的架構 特別注意 外面一定會有一個標籤 叫FORM OK 然後呢 結束的在這邊 它的頭跟它的尾 那另外的話會有一個Mensure 這個Mensure 這個Mensure的話是動作 就是說你今天要把這個 比如按一下這個按鈕 你要傳送 傳送給誰 這個時候的話 你必須要有一個 這個Action 去接收 Action的話就是 會對應到 通常會對應到一個PHP的網頁 那這個網頁是動態網頁 那你必須要 比如說你今天按一下 登錄好了 賬號密碼 登錄 登錄之後的話呢 那基本上 這個Action 會對應到某一個PHP 假設PHP好了 它會接收到 接收到 你要怎麼能夠接收到這些訊息 後面有個Mensure 有個Post 跟Get 這兩個 可能你只能選其中一種 那這兩者有什麼差別 我想各位還是要 我想如果你有寫過動態網頁 應該清楚了 如果說你是用Post的話 基本上 它是透過串流的方式 把資料傳送給那個PHP 所以安全性會比較高 但是如果你用Get的話 它是用什麼方式呢 它是傳遞那個UIL的參數 那所謂UIL的參數就是說 有不知道各位應該有看過嗎 那個動態網頁後面有個問號 問號有一個ID 等於什麼 一個參數 然後AND 第二個參數 第三個參數 那個就是用Get的方法 不過那個方法的話 它的好處是方便 直接傳送 但是它的缺點是安全性比較差 那通常如果你要登錄帳號密碼的話 應該沒有工程師會用Get 為什麼 它會直接把什麼 你的UserID跟Password 寫在UIL上面 那這樣不就 讓人家很快就知道說 你的帳號密碼 所以通常如果登錄的話 通常會用Post 安全性顧慮 那至於 到底用Get還是Post 其實當然你就要針對 你實際上狀況而定 不過像我的習慣是 如果沒有安全性考量的話 通常用Get 有安全性考量就用Post 不過當然也不一定 如果在網頁端會有UIL 可是如果說你是在手機端的話 假如你是用那個 JQuery Mobile包起來的話 其實你用Get 用Post 其實根本也沒有什麼差別 為什麼呢 因為它沒有UI 它沒有那個網址列 我即便用Get 對方也不知道 OK 所以當然這個設計的方法 要特別注意有一個表單 如果說將來你要是 存取後端資料庫的話 那你要注意 可能寫的時候 需要有一個這個表單 這個表單是HTML的表單 那另外當然對應到 這邊有一個相關 傳送Menser 傳送到伺服器端的方法 OK Get是使用UIL 網址來傳遞參數 OK 然後Post是使用通信協定 使用串流 其實我就就是在背後傳 那Action的話 通常是傳遞給哪一個那個程式 基本上那個程式 現在當然比較流行的 如果你比較自由軟體 就PHP吧 因為其實架PHP真的還蠻簡單的 我們好像上上學習有講過 直接有個SAMP的那個 免安裝檔 你打開來點兩下 就馬上可以架設PHP 那買SECLE也架設起來 那你這樣PHP加買SECLE 很快的 你就會有一個伺服器端的資料庫了 那它是自由軟體 所以只要你是非營利使用的話 基本上就比較沒有費用的問題 這個叫自由軟體 OK 那只有我有查過 什麼時候是要付費 就是說你如果做程式開發的 你不能說你順便把PHP這個東西 直接賣給對方 那你就違法 但是我看網路上的序述說 如果你是負責幫忙寫程式 但是你協助他架設的話 那好像也是不屬於營利 因為你營利的部分是你撰寫程式那部分 我應該我的理解應該沒有錯 我網路上看 因為我之前有同學問說 有些東西到底要不要花費用 因為你如果說完全都沒有費用的話 那這些公司要賺什麼 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也是值得去思考 其實有時候免費的反而是最貴 它自由軟體的意思是說 它是自由的 所以如果有問題 你不能找我 對不對 我這個非營利組織 所以我負責幫你弄好這個東西給你用 但是有問題 你要自己解決 OK 那技術的東西是這樣 如果沒問題就都沒問題 如果發生了一個問題 通常都大問題 那大問題呢 你又找不到人可以幫你處理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非常大的災難 就是地雷 對不對 所以當然說自由軟體 你看房間很多自由軟體 Linux 你會不會貫Linux 或者是Ubuntu Ubuntu好不好用 很好用啊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啊 可是送給你 你也可能不會用啊 因為你Windows已經用得好好的 你幹嘛用 對不對 就像Office嘛 有那個OpenOffice 大家一直說 要不要開始用 而且很多單位都一直倡導說 那我們來用那個OpenOffice 我們要用自由軟體 可是送給你 恐怕你也不會用啊 好不好用 很好用啊 可是有沒有人用 好像也沒有人用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當然你要去考量技術 所以一般 目前當然開發動態網頁的技術 不外乎就PHP啦 那不外乎就是像什麼 ASP.NET 其實就是Visual Studio 你們安裝的過程當中 它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裝ASP.NET 這一個套件 它其實直接可以裝進來 那它用的語言 不外乎就用VB 不外乎就C-Sharp C-緊啊 OK 那這個東西當然它也是 它不是自由軟體 它是商用軟體 所以你也 不過它微軟它也很聰明 它知道現在有自由軟體的風氣 所以它會有一個版本 是免費給你使用 但是非什麼呢 學習上面啊 非盈利的情況下都是免費 但是如果說你要盈利的話 你可能就要買它的Visual Studio的版本 那個版本的費用其實就比較高一些些 OK 不過我發現 以台灣中小企業的型態 軟體公司其實這個規模都不大 有的時候他們寧可花一點小錢 他們也不要為了說像自由軟體 因為自由軟體前提是你要花研發的人力 因為有問題怎麼辦 要研發的人幫忙解決 所以有的時候通常 乾脆就用什麼 用ASP 但內置來解決 其他還有像 JSP JSP也是一種 Server類的 它也是用Java的語法 直接在Server端寫程式 那最近比較夯的像什麼 像Nord.js 我之前跟各位講 它也是一個伺服器 它的語法是Javascript 所以如果你很熟 那你如果說 使用者端 跟Server端 都要用同一套語言的話 你又不想說你要另外再轉換語言的話 那你乾脆就是去學那個 Nord.js 像這種Nord.js 聊天的時候提到 就是不斷學習 你當然不可能停下來 所以你要 當然你不是被逼著去學習 所以你要保持一種興趣 現在你們來這裡其實也不是被逼的 前提當然你是需要有個興趣存在 那有個興趣存在 你就持續關注 反正你這些東西都是解決問題 反正你至少你將來 那最重要還是你要去構想說 你到底要做什麼 因為如果說你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 其實就像打仗一樣 沒有敵人的時候才是最危險的時候 你不知道敵人是誰 分不清敵我 OK你要有敵人之後你就很積極 你就說我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的話當然你可能想一下 未來也許構思 我們在最後一次上課 當然可能也是需要各位提供你們的成果 所以想想可能要把這些東西 全部把它再包裝一下 從第一次上課到現在 今天已經是第十次上課了 不過我發現我們這邊勞大的課 時間都拉很長 十八週 其實在別的地方上 大概就頂多十週八週就結束了 這邊拉到十八週 有時候上到最後 大家越上越異性懶散 所以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激勵 刺激一下你們 可能你們真的要做東西 沒有做你會覺得越來越做 越來越懶 因為你聽聽就過了 過了之後你也不知道 上網了好像有聽到東西 但是有沒有做出東西 其實最重要還是把一個作品給做出來 好那這邊的話當然還有其他的相關的 這個比較少用 Action屬性 邮件地址 這個比較少用到 一般還是Action屬性 比較不會用Email的方式 其他還有像 相關的他的表單元素 表單元素裡面一定是 Input Type Input Type 大概有幾種 像是Test Area 跟Slates 就下拉清單 等等的 然後Form Name Value等等 OK 剛剛講的是HTML 指的是網頁 因為 慢慢技術推程出清 我們如果將來 要把這個技術 把它轉換成App 其實前面講過 你寫App的方法 解決方法很多 要不就是你用Android Studio 有沒有用Java的方式寫 那可是那樣的方式的歷程 其實相對的也辛苦很多 因為你第一個要先把Java學好 很多人Java沒學好就學Android Studio 一定掛掉 因為很多東西你看不懂 而且你不知道為什麼 老師做完之後就可以啊 為什麼做不出來 因為你Java不懂 你根本 很多東西 但我也沒辦法說 從頭到尾再跟你講一下Java OK 所以有些同學就會學得很痛苦 但是你要把Java學好 時間其實會拉很長啊 說真的Java不好學 那你要把它學好之後 再來學Android 可能至少我們要兩個學期了 OK 兩個學期還不見得可以學得 真的可以做出什麼東西 所以有人就想說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跳過去 可以至少說我可以輕鬆一點 我可以拿原來的網頁的技術 然後稍微再利用JQuery JQuery實際上就是本來是網頁的技術 它可以很快的幫你打包出一個很像APP的東西 就像我們前面做的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JQuery Mobile 那這個JQuery Mobile 它就可以怎麼樣 實際上它就是一個框架 簡單講就是有點像一個韓式庫 它可以在背後幫你做很多事情 自動幫你把你可能需要的那個APP的樣子做出來 裡面的話簡單講就是表單 那表單裡面的話有哪一些基本的欄位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裡面包含就是說 一樣在JQuery裡面表單裡面 它也可以傳遞這個後端的 傳遞訊息到後端 不過這邊的話有一個問題就是它會用Agents的方式去傳遞表單 但寫法上面可能跟Fone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傳送的話 還是要Fone到Fone的標籤 如果你沒有這東西的話 你還是沒有辦法傳遞訊息到後端 那其他的話 像那個表單裡面常用的 其實就是所謂的我們的小工具VG 那VG裡面不外乎當然 簡單講一定會按鈕 一定會有什麼呢 文字方塊 也就是讓使用者輸入的 另外的話還有什麼單選、複選 還有文字區等等 頂多就是一個什麼Range 一個範圍 這個Input Type如果是Range的話 它會是一個Score 那也就今天我們要怎麼樣把這些小工具 一個一個做出來 那特別注意這邊有比較重要就是說 你可以用那個表單的欄位容器 它有一個叫Field of Contents 其實你要把這些程式打上去的話 當然比較麻煩 所以在Dreamweaver裡面 我們今天會用到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看到我們Dreamweaver其實還蠻貼心的 為什麼 因為它基本上已經幫你把大部分的功能 在哪邊呢 在那個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面板裡面 它幾乎把我們重要的像包含就是說文字欄位 還有就是說像下拉清單這些 通通幫你把它放在這裡 那將來如果你要使用這個小工具的話 其實會比用程式撰寫簡單 Dreamweaver有啦 不過Visual Studio我還沒找到 不好意思應該是沒有 這個有點像那個Android Studio 你那個也是有一個VG的列 它實際上就已經幫你把它放在這裡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實際上就是 第一個了解這個VG 它的功能它能夠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第二個讓它真的在手機端可以walk 那當然我們需要一些範例 那當然書上有一些它的範例啦 不過我們也許可以先用我們之前熟悉的邏輯 包含就是說 假設今天你可以把那個前面練習過的 比如說我們可以先從第一個好了 比如說及格不及格 這類似像這個範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原來這個及格不及格 它是用Planter跳出60分好了 它會及格 那我希望把這個Planter跟Alone 稍微改動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類似像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也讓在這個 就不用另外再建新的網站 直接在這邊新建 新建什麼 一個可能就是HTML5的網頁 然後裡面的話呢 我們把它另存新檔好了 名稱的話也許就是CH03-02 那裡面可能就是建一個什麼 類似像我們剛剛提過這些 這個表單的元素 然後呢 可以讓使用者怎麼樣 直接在這上面填好了 就不用在Planter跳出來 然後在Alone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大概幾個簡單的元件 包含就是說上面會有一個Label 這個是標籤 底下的話有一個Input Type 讓使用者輸入 在底下呢 會有一個按鈕 按下它之後的話 底下會顯示結果 那也就是說 本來是輸入的Planter 換成一個文字欄位 輸出Alone 把它輸出到這邊 類似像這樣 那比如說我今天一個簡單的 50分按個確定 原來好像是Planter 所以這邊按確定呢 我希望讓它顯示在下面 不及格 這地方該怎麼 這應該很簡單的 修改 那這個來源呢 就是從上個禮拜的那個範例 那其實上個禮拜好幾個範例 那我們如果每一個啦 只要一個範例 就把它改成用什麼 用上面這個JQuery Mobile的 這些相關的元件來代替 當然不限定說哪一個啦 而且你可以去改成其他的 如果我沒用到 你也可以自己試試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請各位一樣 把那個上個禮拜 的那個幾個Java Squiggle的範例 再試試看 想一下就是說有沒有辦法把它改成 就是跟表單的這個元素做連接 那當然以後 其實思考程式不外乎就是MVC 那MVC的架構現在已經很流行 很多那個在應徵人員的時候 就還一定要強調說 你一定要會MVC的概念 那其實MVC簡單的簡單說起來 其實不外乎 其實剛剛我們現在學習的 歷程剛好顛倒 叫CVM C就是程式 先把程式JavaScript學好 再來就學V V的話就介面 這個介面就是剛剛的表單元件 主要是跟使用者好溝通 你不能永遠都prong著 就這兩招 這樣人家會覺得說你這個APP 有點太兩光了吧 OK 所以你需要用一些比較 看起來質感稍微好一點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用 JQ Mobile裡面提供的 表單元素 來做我們需要的這些 什麼小工具 就是它那個VG 那最後才是M M的話其實後面 你可能做完 剛剛那個程式跟介面之後 需要做儲存 或者是需要做一些 資料的交換的時候 那勢必當然就是會有資料庫 不見得一定是資料庫 可能需要有地方可以儲存 那儲存的話 當然有分成暫時性的 放記憶體的變數 或者是永久性的 永久性那我們可以放哪裡呢 不外乎就是放在我們手機裡面 所以最常用的也許就是 什麼local storage 一個簡單的東西 key value 或者是說可以放在資料庫 那資料庫裡面當然要分成 你是手機端的資料庫 還是遠端的資料庫 如果你是只是手機本身的資料儲存 那用手機端的資料庫 但是如果你是牽涉到每一支手機 它最後的結果都要傳到某一個地方 那可能就牽涉到有關遠端資料庫的設計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著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稍微範例了解一下 另外的話也稍微看一下 今天我們要講的第八章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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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